為了請各位師兄 師姐 大家掌聲好 好 我叫李明 拍這個KTA 跳動掌握 五年前 我心臟病發 差一點就完蛋了 雖然只是阻塞一條血管 可是 情況一切是相當的嚴重 事後 醫生跟我說 我的心臟有20%的功能已經受到損害 這個損害是永久性的 然後 在這段時間裡面 為了辦法要面對現實 就 每天要跟醫藥打交到每天要吃藥 然後 或又不擔心 一年之後 我的喉嚨 有一天 突然激烈的很長痛 我就以為是普通的這一些喉嚨痛 就 就 去看醫生吃一些 ADBiobate 之類的那藥物 可是 情況並沒有改善 而且 情況越來越糟糕 慢慢的 我進來 說不出話來 聲音變成很 很沙啞 那時候我已經開始了驚慌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也在那個時候 我必須回到醫院去做這個整個 review 就是我這個心臟的檢查 那我就跟醫生說 真正跟這個醫生說 說起我活動的狀況 他惡化不說 馬上 就寫了一張紙條給我 叫我去這個醫院的這個 X-ray Department這邊 照這個廢物 照這個X-ray 他也不多說 所以是我就去照照之後 他會去給他看 他才跟我說 我必須把你refer 到去這個 耳喉臂專科 因為你的情況 是有點 不正常一點 我不是這一方面的專科 所以我必須把你 把你交到他們手上 那麼 後來我還知道 那個X-ray的作用 就是要看我的肺部有沒有幾百點 他懷疑是個天色 會不會活上 那麼我到了耳樓科之後 他們幫我去做這個口腔檢查 真正是有一個腫瘤 長在我的生態上面 就是因為如此 我聲音變成沙哑 我不能夠活化 那麼他們的建議 當時的建議就是把他移除 割掉 因為在政府醫院 需要排隊 他們就跟我說 待了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才能做這個移除手術 當時我就在想 我要不要接受這個手術 因為就好像這個蜜蜂窩那樣子啊 你去打斷它的話 那蜜蜂都飛出來 因為我曾經看過我以前的 這個臉書也是這樣的情況 他就因為這樣子的 把這個肺症這個嚴肢 然後破傷掉 就把他去世了 那麼我相當 矛盾也很害怕 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是我並沒有顯著 我只能夠接受 這個 各種的手術 因為我有心臟病 所以他們必須 要檢查我身體 才能夠做這個手術 那麼我也有時間上一頁 那是他應該 該怎麼辦 就在這個時候 我太太的阿姨 她介紹了 給我們知道這個長事情 其實我知道長東西很久 可是我不照他們在幹什麼 我也只不過是一些 港七五之類的這個組織 我也沒有熟悉啊 那麼 你已經知道了 那麼 我太太阿姨介紹了 給我們之後 我就 做起了一些資料 去 去認識一下這個長的東西 我發現到這個 不是普通的 一般的所謂的那個 一般的不同的性質 是完全不同性質的 反正我們說 我還有三個月時間 就試一試了 那我呢 因為沒有開寫到嗎 就起到了調整 讓你師兄 師姐來替我調整 那我一繼續每天 就這樣子調整 我就發現到 哎 身體覺得 健康的情況好了很多 人也精神了很多 雖然那個後部的那個問題還存在 疼痛還存在 不過呢 這個疼痛呢 也越來越減少 雖然是痛還是沒有那麼厲害 你看我吃東西喝水也比較順暢 會像以前吃東西喝水都很辛苦 那麼 哦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的信心 我非常的有信心 這個 這個唱車也能夠幫助我 那麼呢 就還有 大概還有兩個星期 就是要進行這個手續的這個手術的時候呢 突然之間有一天我在駕車 在路上駕車的時候 我去一些翻湧 那個猴頭很不舒服啊 突然之間有一大堆東西啊 吐要吐出來啊 因為我正在駕車嘛 是要在路上嘛 所以我只能禁閉我的嘴巴 不然的話都是非常的狂便 然後那個 車子都很骯髒 我急急忙忙的就 把車子停在一旁 一打開車門 就一吐 全部都是血 而且是很心臭的血 那個味道很心 那麼呢 就是車裡面有一些 有瓶水 那時候 又吃了漱口 漱口 漱口之後呢 我就想到你把這樣的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 心中相當不害怕 後來 我就趕快回家 回家 回家機制的時候 我跟人家有人講話 哎 講話的時候 哎我可以講話了 你聽我講話可能是很傻眼 又很小聲 我要 要很大力的這樣說出來 才能夠使你明白我講什麼 在這段時間 我可以講話了 我非常的高興 那麼呢就 我知道那個喉嚨的那個問題 可能是 已經大腹的感傷 到了什麼程度 我不知道 那麼還有兩個星期就要做手術 所以是 手術之前的兩天 我要替你做這個生理檢查 那醫生很奇怪 他說 哎你的腫瘤不見了 你做了什麼東西 你吃了什麼藥 你做其他東西 我想沒有啊 我只是做一些 簡單的這個長事情 講什麼東西來做 我答應跟他介紹 介紹一下 謝謝 他並沒有說什麼 他只會說 啊現在我讓你看看 你的情況如何 那個腫瘤是黑色的 因為我看過 他照出來 破了之後 剩下了一條紅絲線 很幼的一條線紅色的線 那麼呢 他醫生在他的立場呢 他還是要替我做這個移除手術 他說 我要知道這個是什麼來的 可是我就不讓他做 我說我 我不想動手術 我就要求 可以做觀察 也許 觀察一年兩年 多久的時間 那麼他後來他同意了 那麼那是在2013年的時候 我 那麼呢 就一直在觀察 一直到今年的三月份 這個紅絲線是很難找得到的 已經完成了這個 效率 那我因為這個 這段期間裡面 我時常的自己 自我調整 不單只是我的頭 也還有我的心臟 因為我心臟 心臟的問題 因為20%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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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這個 細胞已經 組織已經死亡了 醫生說 不可能回頭了 那麼我就想 可能長先生 可以幫助到我 所以我每天去喬的時候 我一定是 調整我的心臟 而且是我 因為這個心臟的問題 我也產生了這個 心力誤會症 有時候 心臟那個 會跳得很厲害 跳得很厲害的時候 是 我沒有辦法可以 站著腳 一定要坐下來 不動 經過調整的時候 這些現象 已經 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 所以呢 我也感覺到 我的心臟 越來越強 就要講抽水機一樣 他能夠抽多少 抽幾高 幾眼 心臟也是如此 我會覺得 為什麼這樣子說呢 就是因為我的手腳 有時候會冰 但是 過期兩三年 已經沒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是說我經常應該 隨便掌握 應該隨便掌握 應該隨便掌握 好 那麼剩下一個問題 因為醫生跟我說 這個 這個細胞 心臟細胞的損害 是個永久性的 那麼我想挑戰一下 利用調整腦 如果可以把它 恢復 因為我去照那個心臟的時候 那個 受傷受損害的地方 都是一點點白色 不會動的 我們的心臟是永遠都在動 從你皮胎開始的時候 都已經是在動的 可是那受損害的那部分 是不會動的 是一點點白色 我就要看 他慢慢的會小時候 但是我相信 他常常會幫助我 因為我已經感覺到 我心臟越來越好 而且比以前 病發之前的情況 還要好 所以說 這是很大的一個改變 病發之前 病發之後 你是當事人 你可以做一個比較 那麼在當中 你做過了什麼事情 你自己清楚明白 唯一最大的改變 除了藥物之外 那都是有這個副作用 什麼都是幫你 比如說是保持而已 可是這個改變是從哪裡來啊 就是從這個 長生學這個宇宙的 無量而來 這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必須要說 長生學 的確是不合十一 謝謝 好 好 謝謝 謝謝 òng哥 我 見 我想 把 谢谢大家